我很支持曾sir的 我覺得他是應該要做的事 市民就會感覺 整個執法制度都是偏幫了某一類人士 警民關係差到呕 獄警犯法才折救 實在不止這件事 近年警民關係有多差 相信只看新聞都知道了 警察搞成這樣 這一正一犯 當然是拗餐死了 有時我們不禁要去問 警察的執法是否有偏頗呢 而這也是為何市民在近年 對警隊處理遊行集會的反感 是這麼大 又是呀 如果處事公平些 市民怎會預示警察是壞人 但退休警司還說 難為偵邪定分解 一般很多遊行示威集會 那些人就會把他們的意願 告訴警方 如果我們收集不到這方面的資料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將他們分隔 就算有背景人士 我們可以將他們分隔的話 不能夠的 這件事可能牽涉他人權 但已經出現到暴力 或者出現到嘔鬥的狀況 警方當然應該要不斷地即時去介入 我想這也是市民的期望 期望歸期望 哪些人動手都沒事 大家又有眼見的 市民有不滿要發洩可以理解 但已經受法例保障的一方 都還覺得不夠 那樣的左差辦公 一定有一個刻意去 我們willfully obstruct 那你能否證明得到willfully 多虧難 各位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的話 亦都白例 不是就這樣說粗口的犯法 所以他又支持引入獄警制 但想都想到了 警察到時隨便買道德判官 說句粗口被人LIKE 就嚇吓你先 小孩子 我沒有的鞋子出來 我不能從大一邊 我沒有的鞋子出來 行行行行 行行行